湖南捐水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连托堤损毁堤坝5号完成了修复 比预期是提早了5天 捐水湘潭县易俗河镇四星堤则是在4号下午完成修复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 湖南湘潭县易俗河镇四星堤河口镇连托堤是分别在28号的晚 以及29号的下午发生了损毁 宽度最大约有80米 险轻发生之后 当地是紧急转移了被淹屈的群众 一级管理部则紧急从湖南 安徽 广西 贵州等四省抽调80名专业救援力量 以及130台套的主战装备 透过拓宽进场道路 修筑等水围栏 还有基地清淤等工序 采取了人邪机不邪连续奋战 修复地霸 好 谢谢观看